人体器官移植在今天看来已是常规的手术 曾经有个妇女在车祸后 进行了整个面部移植手术 但是如果移植一整个头脑 医生告诉我们头部移植手术不是梦 虽然听上去很惊悚 但是他确实找到了一位30岁的志愿者 天生就患有罕见的遗传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这是一种阻止体内肌肉生长的消耗病 一岁的时候他被确诊患病 从那时起肌肉开始停止生长 骨骼畸形无法行走 大多数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病人 都成不到20岁 但都能活时而言 日日夜夜煎熬的生活上 愿意尝试任何治疗方法 知道自己早晚都得死 义无反顾的语 博士取得联系 并表示愿意接受这个极具争议的手术 他与 邮件联系已有两年 时刻准备迎接这个非同一般的挑战 问我还不害怕 那肯定啊 他表示 这不仅仅是吓人 还是非常有趣的吓人 你得理解我现在没有太多选择 如果我不抓住这次机会 或许我的生命会就此终结 我的身体状况 现在已经一日不如一日 手术要拿非常锋利的刀将 和捐赠着 施者的头光滑切开 把 的头部移植到捐赠着健康的身体上 用以联合的这种物质叫做聚义二纯 能够将脑组织和身体组织相接连 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任务 是将脊椎有效融合 移植手术完成之后 会介入四周的昏迷气 以帮助机体自愈 博士推测手术之后 能够自行走动 有数诀 也可以说话 只要辅助以抗排斥药物和免疫之际 身体的两部分会合二为一正常运作 当被问到 为何愿意接受如此极端的手术 回复说 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了 每时每刻我都需要人家的帮助 虽然患这个病的人很少能过到20岁 但是我却确实是已经30了 许多内科医师职责 将脊椎中可想得过度简单 基于这样的考虑 博士无法筹集到 1000千万美金的资金之时 也不能找到150名医生 将手术做成功 不管怎样 将它叫做现代版的 弗兰芬斯坦 科学怪人 不足为过 还有些医生宣称 做手术真的成功 可能会遭受彼此更恐怖的事情